看看新闻网 演出时间的四倍 但在赖声窗看来 这一长度并不让观众感到不适 我记得02年在香港演出 徐克跟林青霞来看戏 然后徐克就带了一大瓶水 他说听说是八个小时的 后来他坐进去以后 他说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喝这个水 后来他发现其实很轻松 因为每两个小时 每一个半小时都会有一次休息 尤其中间的休息 是大约一个半小时 是可以好好的吃晚饭 跟朋友聊一下 此番演出 剧组会在工作日 将八小时的话剧 分为两天上下半场演出 而周末会从下午两点 开演到十点 除了独特的演出时长 《如梦之梦》 还独具匠心地改变观众的 观举方式 演员会以360度围绕着观众 每场观众人数 不能超过500人 而对演员来说 《如梦之梦》的故事 发生在上海的巴黎两个城市 而故事背景横跨80年 30名演员 要饰演剧中100多个人物 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演员许晴 就在语言观上犯了难 《如梦之梦》 是要学几句上海话 因为我是北京姑娘 学上海话 确实觉得很难 因为我的发音 是要从哪发音 胡歌也在教我 我的上海朋友也在教我 蛮难的 《如梦之梦》 会在6月10日至23日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上演10场 《如梦之梦》 梦祥云 张力仁 上海报道 《如梦之梦》